立法會選舉入閘戰現在已經展開 民主黨早前內部鬼打鬼內控 最終黨人全部歸縮,沒有人出選 元老李華明作為主選派孤立無援 唯有轉頭同路人新思維主席迪志遠 李華明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 原來就算他以個人身份撐迪志遠 竟然都以民主黨中委批准 要做些手續,要寫信去中懷 他們下星期三開會,我查清楚 迪志遠也寫一些政綱介紹 要求申請李華明 並非以民主黨的名義去支持他 因為現在我是用非民主黨的名義 我個人的名義去支持他 這個都要中委批准 被問到若而不批,會否退黨 李華明就灰爆地嘆氣 似乎盟生退議,但又不捨得 這個一定要中委批准 如果中委真的不批准 會否加快你退黨的決定 唉,你是溜到我的傷的地方 因為我和九龍東的兄弟姐妹 最近都聊天 他們全部都玩留我,不要走 所以你說我是一個困難的局面 我自己這麼有感情的二十多年的九龍東 有些戰友最親密的 他們都不想我對 我和他們聊天 如果聊天,我們就變成兩男 我希望你們明白我真正 連元老都要去其他黨派找朋友 甚至想收山 民主黨已經沒有存在價值 接著吧